这是周总理一生中唯一一次破例 不仅打破了自己多年前亲自定下的规定 还一反常态 当着外宾的面吞云吐雾 在场众人全都面面相取 周总理一向重视外交礼节 为何偏偏在接见外宾的重要场合 做出外交中最忌讳的举动 可周总理接下来的话 却让在场众人红了眼眶 1970年 罗马尼亚外贸部部长布尔·莱卡 跨越千里来到中国访问 当时负责接待的不是别人 正是国家总理周恩来 可谁也没想到的是 正在和外宾谈话过程中的周总理 却突然提出了一个很冒犯的请求 那就是让工作人员递给他一支烟 要知道外交场合不同以往 一举一动都代表了国家形象 周总理进入外交几十年 自然不会不清楚 一边抽烟 一边和外宾聊天 将会是一种很冒犯的举动 更何况周总理不同于毛主席 他曾经在多年之前 就给自己定下过 不抽烟的家规 尽管百般不解 工作人员还是把烟 送到了周总理手里 看着一边吞云吐物 一边和自己谈话的周总理 罗马尼亚的布尔·莱卡 却有些如坠云雾 因为他早在来之前 就听说周总理并没有抽烟的习惯 于是便问道周总理为何这次要突然破例 周总理对他笑了笑 解释起自己这次破例的原因 很抱歉 我现在困得不行了 只好用抽烟来提提神 不然我怕一会就睡着了 周总理的话让布尔·莱卡受宠若惊 他赶紧劝说周总理赶紧回去休息 至于和自己谈话的事完全可以另找时间 周总理摆摆手 他言道不用就算我不跟你说话我也不能休息 还有很多事在等着我 周总理这样说并非是场面话 当时中国周总理的位置实在是不可或缺 除了要领导国内的多项工程建设 同时由于毛主席的身体欠佳 周总理还挑起了外交接待的重担 从早到晚周总理每天都要工作十七八个小时 甚至三十几个小时都是稀松平常 即便是困到睁不开眼 周总理也不会上床休息 而是用热毛巾擦擦脸 振作精神后重新投入到工作中 以至于多年之后 西华厅的工作人员回忆中 经常会提到周总理批注文件 批注到一半就睡得人是不行 再加上当时的国内形势风起云涌 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更是挑战着周总理紧绷着的神经 多年的劳累和早年的战争经历 让坚持了一辈子的周总理在两年之后倒了下来 1972年 毛利工作的周总理被确诊患上癌症 按理说 此时的他最应该做的事情便是好好休息调整身体 可国家大事堆积如山 周总理实在是放不下 便咬紧牙关继续投入到一以继日的工作 据统计 光是1974年1月到5月的4个月 周总理连续工作24个小时的日子就超过了5天 其他时间的工作时长都在12个小时以上 为国家的担惊截律 对人民的鞠躬尽瘁 几乎成了周总理生命中的一部分 也成了他临终之前最牵挂的事情 1976年 周总理癌症进入晚期 临终之前 他始终牵挂着自己未完成的工作 可对于自己 这位老人却并没有过多的担心 现在对癌症的治疗还没有好办法 我一旦死去 你们要彻底解剖检查一下 好好研究研究 能为国家的医学发展做出一点贡献 我是很高兴的 实力长街送总理 百年难忘深厚情 其实几十年过去 西花厅里那个奋笔其数的背影 依然是每个中国人最为感动的瞬间 向一代伟人致敬 我们明天再见